哎 看什么呢 你看傻了 你 你怎么来了 你因为我到这种地方受苦 我怎能行啊 你一定饿坏了 来 西玄的门关还真够狠 罚得也太准了 不关你事 我只当闭关修炼啊 以后有事 万万不可瞒我了 这些啊 都是秋水师兄给你做的 你爱吃的东西 吃完这个 我就没想原谅你了 你还那点 好吃 多福 我最爱吃这个 你看你吃的嘴 你吃吧 我去找你东西去啊 你要去找什么呀 我在找宝图 宝图 宝图 对啊 玄珍师兄说 这有幅八脉密新图 可以助我通过碎卡 我想看看在哪儿 那个呀 不用找了 就在那儿 那儿 这都是什么呀 画的 宝图 去年玄珍在这里面壁时的大作 那今年的碎卡 岂不是要泡汤了 看在你没辜负我的份上 就告诉你 那上面画着八脉真人的绝学 紫芸真人呢 最厉害的就是 炼丹制药 还有道德剑法 派威真人最厉害的就是 节阵步伐 玉璇真人最厉害的呢 就是心法 他还会疗伤 你要受伤了 你可以找他 周二人 最厉害的 还是我爹的那个 大五熊剑法 还有啊 停停停 你这么真心帮我 就不怕我在碎卡上 拿了第一 又抢了你的风头 你变得越强 我越赢得堂堂正正 打起来也才更有意思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 你都知道了吧 那你又知不知道 这些真人之间 谁跟谁互相看不上 谁跟谁互相妒忌 谁又跟谁好呢 不知道 照你这么一说 是天无绝人之路了 你看啊 这个太威真人 最讨厌的就是这个 紫芸真人 他俩什么都懂 什么都孤心斗角 什么都妒忌 什么都比来比去 然后呢 在这个紫阳真人眼里 这太威真人跟玉璇真人 他俩 wenn you 我呀 你eki 再为碎烤发愁了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天心洞啊 是由银盐形成的 上面有很多银晶石 只要催动真源呢 它就可以照明 非常漂亮 真的 太好看了吧 真眼 报警我 这里也太漂亮了吧 这里简直就像是 沙漠中的星空一样 你小时候住在沙漠里啊 对啊 我是一个孤儿 那一年呢 我就流浪到了关外 差一点啊 被一群野狼给吃了 幸亏啊 有掌柜的把我给救了 后来他们就让我做了小二 直到遇到了你 他们对你好不好呀 打骂肯定是常有的 不过他们呀 还是对我像亲生骨肉一样 教我读书 写字 还有啊 邱飞扬 我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是生还是死 我都好想念他们俩啊 你呀 你别太难过了 我刚才不是教了你 八卖秘辛吗 你只要这次在岁考之中 拿到好成绩 我想他们肯定会为你开心的 是 谢谢你啊 你可真好 是 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臭小子四点包天了 得寸进尺啊 我倒要看看你想干什么 对了 你回去跟小水说一下 她那个蟹黄豆腐羹啊 蟹黄太少了 豆腐又太软 不加也不好加 还有 出动之日你们可要一起来接我啊 最近若晨的修为可有精进呢 禀告师傅 近半月来 若晨似乎吃透了各脉真人的脾气 学会了如何在各宗门之间周旋 不仅尽得各脉真人的秘籍 还得了许多法器 修为精进了很多 看来这小子还是有点悟性的嘛 她如此心急 应该是在为碎烤做准备吧 西悬山上各卖弟子 都在看这位哲仙的表现 难免她会心急呀 是啊 由于她修为太低 这山上的闲言碎语呢 倒是多了不少 她如果不能在碎烤上拿个好成绩 恐怕很难堵住这悠悠之口 嗯